基本人们对高雷菜的印象都是正在的产业 不过小兄高雷就有很多参名 欧村他跟高雷人是很不一样 他将高雷菜就正在铺垃圾中 一粒一粒就像像大型的汇率一样 有这么多来跟高雷观光的UK 如果是经过的都会来给他顺望 甚至还想要给他买 不过在欧村就说他只是正在买的 与自己要吃的利益全部买 不过欢迎大家 若是来到柏雷出头 可以来这些欣赏它的高雷菜困境 大家有个朋友 高雷菜是一种很普遍的素材 但是正在盆子里面 你敢看过 小兄柏雷就是一位川民欧村 跟白人不一样 一种高雷菜正在盆子中 一粒一粒就像大型的汇率 有一种特别的水 也客运这么多UK的产业观众 以前有看过高雷菜 但是没有看到说 怎么种在门口的高雷菜 会长得那么的漂亮 而且长得那么健康 完全没有虫害 就觉得很好奇 所以刚刚看过 绕了一圈 又再回来再看一遍 这个感觉是一颗大颗的花 它是绿色的 走近看才知道是高雷菜 蛮有趣的 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可以种在盆子里面 翁春彪是说 他在想到这样子 当初是因为幸福 到去可以享受 没想到去面 这么多外地来的UK 有了观众以外 他会顺着来这里 享受 享受 今天如果摆在这里 我来享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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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对 每个人来就来享受一下 一台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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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因为核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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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說他做這篇範圍的時候 坐在這裡 他長成了之後 我們都是自己吃 也不放瘦 人家都出高價來跟他買 種起來也是 他蠻有心得 所以很多遊客來說 都會看說 都會來誇獎說他做得很漂亮 所以他每年 幾乎每年都會種個六顆 這樣子 讓人家觀賞這樣子 天氣慢慢越來越涼冷 也代表到準備 鑽魚寺修盛的規則 時侯如果是有來 補阿寮觀光的民眾 可以來廟口吃 哪看高的菜哪開工 感受在地的人情味 記者譚建華 彩虹報導